近期,有孽远、季兰、蛇诗曼、吴锦炎联合主演的公斗大剧演习攻略正在热播中,该剧次开播以来,观众就纷纷为剧情中各种人物组CP, 尤其是在最近几集剧情中和女主不停互动的小太监袁春帽更是让网友直呼两人赶快在一起, 但抿人生疑的是为何一向已孤僻冷漠面貌是人的袁春帽对女主为英洛,却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热情,还大胆的向英洛表达, 其实他早就对女主包藏祸心,袁春帽其实是贤妃的亲信,其余为英洛交好的真实目的,是想替玄妃拉拢为英洛, 袁春帽刚刚出场时,正好偷偷的帮贤妃送东西去宫外,虽然被高贵妃等发现后,受到了领事太监的责罚, 但他却始终没有将主子贤妃供出来,如果袁春帽只是寻飞宫中不足挂齿的小太监, 以他自私冷漠的性格怎么会肯冒着危险替寻飞偷偷运送东西, 所以袁春帽早已经是贤妃的亲信,而他在新者库中对女主为英洛的百般照顾, 也只是想替主子贤妃拉拢这个宫于心机的小宫女, 被英洛与袁春帽其实是两个性格极度相像的人, 两人同时因触罢工归而被流放到新者库,并且心中都有对皇宫中阶级、严重、不平等现象的怨恨, 他们所想拥有的人生绝对不会只居于这小小的新者库中, 而女主为英洛也曾很形象地分析两人之间的关系, 两人在一起只不过是互相取暖而已, 虽然两人一起爱过了新者库中最艰难的日子, 但这样互相取暖的关系,只要有一人得到了其他的温暖人, 这种平衡的关系就会打破, 所以袁春帽也并非真心喜爱魏英洛, 在延续《攻略》近期播出的剧情中, 魏英洛将企图侵犯袁春帽的新者库管是打困在的, 但在救了袁春帽后,袁春帽却没有丝毫感激, 反而把这件事当作威胁魏英洛的保银, 比起与他成为同盟关系,在袁春帽的心中, 魏英洛虽然现在身居新者库, 但毕竟曾是长春公皇后身边的红人, 而且他已曾亲眼看到傅恒与魏英洛的亲密模样, 所以,袁春帽相信魏英洛会是自己离开新者库的跳板, 看来,和女主一起度过艰难岁月的好战友袁春帽, 并非是守护在女主为英洛身边的另一个骑士富衡, 而其真实面目是艾芳在女主身边的一条毒蛇, 本来由文艺圈作者编辑其原创, 本经时刻不得转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